骑士建教多年才举办一次 一建教 http号双斜线content.edu.twu斜线junior斜线Cyvix斜线Cyvix斜线DL斜线Art 台湾的农村在所谓立冬之后打大叫 明确的说明秋收之后到农历春节前 正是台湾民间盛行作教的季节 所谓作教最初的意义仅是祭神 后来作教的方式不断改变 法师僧侣道士搭谈祭祀也都称之为教 建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祈求地方平安与许愿 还愿对神表示谢意之计引以礼 进一步仔细分析 还可分为中原教 神明淡教 平安教 水教 火教 庆程教 王教 罗天大教 原教等 所谓作教最初的意义仅是祭神 但现在可隐身为其安与还愿概括之 大体而言台湾较重要的教选择如下 中原教 传统的中原祭典 原为庆祝的观大地受诞而建教祭祀 后因与佛教云南盆会混融一体 以致偏重幅度 而今 仍保有座教规模与形式的 仅于基隆的中原祭 神明淡教 就是一个民间信仰 每逢神明受淡 大都设教庆祝 平安教 一般为祈愿或还愿而建的清教 此教为祈求或者感谢神明庇佑平安而建 素来最为普遍且为人所重视 水教 由于从前的水利工程不甚完备 河川经常泛滥成灾 淹湿良田 村庄 灾区居民为祈求往后平安 乃行水教以祭水神病似渊死水中的孤魂野鬼 此外也些人有事一般教祭中的放水灯或井水仪式 为水教之遗类 火教 火教与水教的原由相似 未必回路之灾而建 祈求全境平安 庆城教 一般寺庙于初建完成 都要见庆城教来庆祝 并祈求神明统安 王教 王教之墓地乃为驱逐瘟疫 宋温王 原教 一般固定其稍具规模的教典 于教程后三五年内 为感谢众神庇佑诸事顺利和静安 需令建议小教与世功德圆满 教室完成 造教 http 帽号双斜线 tonsu.ncc.to 斜线 tempoevent.htn 预告上仓搭谈天宫谈天师谈各教 谈树灯高请进内外诸神佛 入坛建教 斋戒进屠风 进山水 进报 安 护法 嘉兰 请斗登 入坛 安斗 登起鼓 发表 建教 起功 请水 关静 坛出 破均 安 农 谢土 安 造 军燃 放水 灯 莲花 灯 发珠 现任 齐天 仇神 普师 孤魂 施放 艳口 谢坛 员 功 送神 回宫 宫教 民俗建教 活动 至极体联合前来 尿关 请到 是 摄斋 建教 活动 一般称之为 打宫教 以相同一人集合二三十人或者更多人联合打教称公教 一般以相间位多 一小庙座小教大庙建大教 http号号双斜线 www.contest.edu.tw斜线87斜线N收斜线4斜线TWS 台湾民间的建教分定其教与不定其教 定其教分历年 三年 四年 六年 十年 十二年 念年 六十年举行一次等数种 其中以历年 三年 四年 六年 教最为常见 如神明淡教 中原教等 不定其教 乃因某些特定目的而举行的教典 如水教 大教 齐安教 庆成教等 例如嘉义县布袋正过沟里的建德宫于民国七十六年农历十一月八日所举行的 勿成年庆成三朝其安清教大典三天 那时人山人海 盛旷空前 热闹悲凡 充分表达前进天地 拜谢神指之夙愿 建教的天数 人们以规模大 小座标准 举行一天的教称一朝教 二天称二朝 三天称三朝 如前述所提及之 勿成年庆成三朝其安清教 即是 最多可达四十九朝之九 如民国七十三年 台南路尔门的天后宫 所举行的四十九朝之罗天大教 为台湾教旗最长的记录 主义 又如祸沟建德宫于民国八十五年农历五月初 有建于该宫供奉主神 礼服大千岁 伏击遇事 免遇不佳 将有或是灾难降临 并指示善男性女 在宫前设香岸倒住上仓 祈求合尽平安 于是该宫管理委员会 及善男性女 接到香岸前前城倒住顶里 包拜祈求上仓祝福 众人前城之心果的平安顺足 村中果真无事 五谷丰收 于是筹划 离子年三朝其安清教大典 经过数月的规划 责任分工设施 十月初五起进行影省活动 进殿安座 家家户户悬挂平安登 贴教联 建设南坛 天宫坛 于十月十九日清晨于该宫前树立登高 并于该日临时起至十月二十一晚上十二十全村家家户户举行吃斋宿十三天 十九日下午分南北两坛从事普渡法会大法师主持 家家户户准备祭品与委员会所规划之法会地点摆设 自十月二十日致念二日三天教室 及三朝其安清教 于第三天清教大典邀亲县长 各界人士及建教委员会 穿着古实名装 参加清教大典及剪彩仪式 由大法师主持大典 圣旷空前 善然信誉以虔诚之心 祈求和尽平安 风调雨顺 以求万物丰收 百叶兴隆 诸儿 教的缘起